最新的消息要来关心就是在云林东南中学呢 传出有288名的学生出现了疑似流感的症状 有14名的学生是发烧的 目前这个学校呢是全面的停课10天 而在学校的情况我们要请记者徐一玲来告诉我们 一玲 好的主播各观众 透过画面您可以看到呢 现场我们来到了云林西罗的东南中学 那么原本今天是学校暑期辅导的日子 不过呢 校云现在连一个学生也没有 道士学校老师一早就来到学校全面大扫除 那么连一个学生都没有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就是因为在昨天东南中学 传出了有288位的学生身体不适 疑似出现流感的症状 我们来听一下校长的说法 现在目前要做的就是 各办的导师 我们昨天用比较高标准 就是凡事学生有流鼻水 有喉咙痛 有觉得很疲倦的学生 总共我们把它调查出来 大概288个 那现在各班的导师要做的工作 就10点钟以前 该班三四个四五个 都要去继续追踪 然后10点钟以前跟学校回报 那我们把这个资料汇整以后 也要往静晚接待 那我再去了解呢 云民的西罗中学 西罗的东南中学 在昨天传出了288位的学生身体不适 出现了感冒中疮 包括了有咳嗽流鼻水 其中呢 还有14位的学生 症状比较严重 为了安全起见呢 校方不敢大意 所以从今天开始 全校连续停课了10天 那么昨天呢 机管局也南下了云林 东南中学团阳 也同步在校内全面的来消毒 那么预计 学生的解体报告 就会在今天出炉 以上就来自现场的新情形 将时间交还 也不能预告 好 至于我们看到 云林有学校 已经是开始停课 10天要进行学校的大消毒了